為什麼性別這麼混亂? 我們這次IG民調的性別是混亂了 認錯了女朋友 一下子打到她的屁股 我想知道這位觀眾的後續到底有沒有被告 她問是不是Patrick C? 不像 閉嘴吧YUU 後來女生的朋友跟她說她是男生 蛤? 等一下很混亂 那麼多陷阱嗎? Hello各位 歡迎回來IG民調系列裡面 不知道過了多少個月 我終於都盛起 我是有這個系列可以更新的了 上一條影片就問了大家的怪癖是什麼 那麼多觀眾也沒有令我失望 你的怪癖的確是非常之古怪的 但是怪癖這件事 都叫做是有得選擇或者有得去改的一件事 但如果有些尷尬的事 就完全是無可避免 而且還會永遠在你的生命裡面 留下這件尷尬的足跡 Holy Jesus What is that? What the fuck is that? 沒錯 今天就是來挖掘一下觀眾的黑歷史 看看你們到底遇過什麼 超級尷尬的東西 拿出來讓大家開心一下 小學的時候上課賴尿 老師上課見到就拉著我去校務處 結果聽到一些同學在討論 我是不是賴尿 鑒死 蛤?老師為什麼會這樣處理? 你賴尿為何是拉你去校務處 不是拉你去廁所 你賴尿去校務處做什麼? 偷尿去校務處就不賴了 這個一定是會有童年陰影 有一次Zoom我跟朋友的訊息 錄音說老師的東西 酷!不是壞話來的 誰知我沒有喵到老師進來聽到 我覺得不是壞話 也算是好一點的 其實這個也要說回我一樣尷尬的東西 就是很久以前 我還是很小的時候 我參加了一些課外活動 當時我覺得那個活動真的搞得一般 然後我打算跟朋友WhatsApp說 結果我不隨意傳給介紹我去活動的朋友 重點是當時WhatsApp 是不能cancel你傳出去的訊息 當時是超級捨死 因為我還錄了音 我覺得今天真的不行 我不明白為什麼安排會這樣 早知道不來 類似說了這些東西 結果是給了一個不應該聽到的人去聽 這個感覺真的很想死 認錯了女朋友一下子打到她的屁股 這些真的水洗都不清 如果在街上突然有人打我屁股 然後她說認錯人 這個狀況可以怎麼鬥呢 怎麼脫身呢 我想知道這位觀眾的後續 到底有沒有被人告到 在圖籠上面看校長 不記得了秒的聲音 還要被老師聽到 她問是不是Patrick C 我...我把...我把聲... 喂...老師 完全不同聲音 我們來示範一段 看看我跟她的聲音能夠前置 Hello大家好 歡迎收看 咪咪咪咪咪 Hello大家好 歡迎收看 咪咪咪咪咪 不像啊 瘦皮啦 YOU 女朋友住康 她跟我吹緊的時候 她的同房突然回來 由於當時位置很近門口 而我們的姿勢就是坐在床邊 同房是一眼看完的 不要緊要吃腸而已 說真的 食腸人誰沒過呢 大家都去到大學 大家明白了 其實這些你不是應該跟同房事先溝通的嗎 通常你都會跟同房說定 我男朋友可能上來 可不可以回避五分鐘呢 通常都是這樣的 不小心搞大了MISSY的數 我有個朋友喜歡了一個女生 後來女生的朋友跟她說她是男生 蛤 等一下 很混亂 我不明白 為什麼會誤會一個男生是女生 是不是因為聲音還沒發慾 通常不是大家都有喉嚨的嗎 有喉嚨你不會是誤會了的 這麼大誤會嗎 有機會的嗎 你沒試過看到她是入了男廁嗎 蛤 小學時會跟日本人學校交流 然後我看動漫看得多了 就用日文跟她們說 你們真的很厲害 多頭來發現她們不懂日文 跟日本人學校交流 但是她們不懂日文 那她們是不是日本人來的呢 你又不懂日文吧 其實我覺得她玩你 That's a prank 樂club的時候被一個女生抱著 但是她用一個你很熟悉的東西 但是不熟於你的東西 狗茄子去頂著你 為什麼性別很混亂呢 我們這次IG文條的性別是混亂了 要是原來你喜歡的那個是男生 然後樂club抱著你那個原來是男生 這麼多陷阱嗎 到底是男病女來的 有人在地鐵站拍證件照片打飛機 這個雖然聽起來大膽 但某程度上我相信 因為以前比較多拍證件照片的機 然後又有一塊鏈 我以前是經常見到中學生進去打攝影 所以你說有人進去打飛機 我覺得是不奇怪的 這個我相信的 本身約了朋友去看電影 去到戲院見到有班人 你又走過去說 喂 我到了 原來我認錯人 I.P 寫死現場 上班去廁所見到白髮的上司A打白髮 上司B的屁股 之後上司A說了一句 好正好久沒打過你的屁股 走逛逛街見到有個阿叔 掛著看女兒 看到一眼撞到椅柱裡 我想說 說起這些阿叔我把鬼火 話說前面在香港 久不久都會有些女生拍一些阿叔 偷看他 然後大家就會告訴那女生 喂 那個阿叔可能只是看而已 你自己都配合很高 那你無同事 但其實在這一方面 我曾經在這一回合 我真是非常明白 有時候香港某些阿叔 真的看到過得眼眷得很不舒服 我示範給大家看 你正常見到HA 或是在其他地方的外面 或者우�less 即使有人偷看至All 都是這樣的 是一種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當然我不知道他們當時的狀況是怎樣 但香港的阿叔和女孩真的那麼綠不轉睛 完全是眼睛閉著你不動 看死的壯主 上課看阿游的老師IG文條 看了一半被老師抓到 他說了一句我都有看 你現在看那個就是在說我 他還笑著修理部機 這個老師有taste 你做得沒錯 以前很小就幾歲 然後進商場不看 不小心撞到玻璃門 跟矮仔朋友說笑 很大聲說他腳短 然後旁邊有個真是豬然性的 看著你 嘩這些好地獄 嘩好差你 那麼多觀眾 誰剛剛才說的只有有笑 有笑的自己去罰企 自己去臉迫思過 極差勁啊你們 在輕鐵吃東西給車長點名批評 是說明穿什麼衣服 搞到全車在看著你 固然在輕鐵吃東西是不對 但是你到底是吃什麼 會吃到被人開咪 怎麼說 因為我印象我搭輕鐵 其實輕鐵也是一個很混亂的交通工具 起碼我次次搭到大部分時候 都是 就是塞爆人 然後大家都不是很有禮貌 好像會這樣開咪去彈你 如果你說吃包的那些 其實也會有些上班族 是會在輕鐵吃包的 他會吃米線 怎麼會被人開咪 這個算是另類的成就 不要搞我後面 喂不要搞我後面 玩國王遊戲 被迫和朋友Kiss 結果被Missy撞正 奉勸各位千萬不要在南下玩這些遊戲 話說我覺得國王遊戲 真的是一個非常有歷史的遊戲 各位觀眾知不知道什麼是國王遊戲 根據我腦裡的記憶 國王遊戲沒有記錯 就是大家會去輪流抽一張牌 然後有一個人隨便說 可能2號牌和4號牌的人要射射 然後兩個人就要射射了 如果你不跟著做的話 就會有懲罰 那這個就是國王遊戲 我沒想過來到2023年 我還會聽到這個 這麼old school的game名字 有些年紀啊 這個觀眾有些年紀 這個經典 不少心張老師叫做媽媽 這個我覺得是全球大部分小學生 都會大機率發生過的事情 去廁所以為鎖了廁所門 誰知道有人推開了 你第一時間說了他hello Hello mother fuck 超尷尬 我試過我推開一對門 結果裡面是有人在去廁所 不過當時他就很快就頂住這對門 這個真的挺尷尬 幾個女生討論其中一個人的運船對象 但是本人就坐在後面 本身你們超high之後 突然沒有聲 嘩 你們賣隊友 人家說不定 是想著密密地暗戀 然後你一下爆出來 這群損友 我跟MK仔一起 那個人到處兇人 又亂丟垃圾 搞那些路人不停看著我 嘩 這些又是寫寫level的尷尬 我覺得這些最尷尬的地方 是你真的很想裝不懂 但是你又沒得裝不懂那種 這個狀況就有點像以前 可能小時候 如果跟一些街外人吵的時候 不論是你家人對也好 家人一同其他人在街上大聲吵架 其實你是立刻想找洞鑽 這些狀況是超級尷尬的 更何況那個人是你男朋友 那個人是你自己選的男朋友 他做那麼實例的事情 好像在印證你的眼光 就是那麼差 這些事情真的面對不到 好了 那這次這條片都來到這裡 很感謝大家的收看 以我們大家這次很多尷尬的東西 其實我自己也是很想像到畫面 還有共鳴 特別是開錯人廁所門 因為我真的有好幾次是試過 我一開門裡面是有人在的 那麼多位上廁所的男士女士們 希望大家可以關緊你們的門鎖 不要再讓我開到一個 裡面有人的廁所門了 開那個又尷尬 裡面去那個又尷尬 我真的超有共鳴 如果那麼多位還發生過什麼尷尬的事 都歡迎在留言下面分享給我 那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